基隆警察局八堵分住所 警员苏玉红日前被嫌犯 开货车冲撞值班台 是不幸殉职 新闻市长胡友宜 内政部长林又昌等人 今天都前往林堂碾香制疫 家属希望苏玉红入寺中列词的部分 林又昌表示会予以协助 此外缩信警员兄妹都立志当警察 警政署长黄明昭表示 将依家属的意愿 协助妹妹回家乡金门服务 此外也通令全国各警察机关 强化助力安全 防护措施 基隆八堵分住所前 放置了一个水泥防撞十吨 让值班警员可以安心执勤 受理民众报案 避免再有车辆仿效冲撞 危及警员安全 由于八堵分住所二月底时遭警性男子驾驶货车冲撞 造成二十四岁苏信警员不幸殉职 基隆警察局表示苏信警员是警砖四十棋毕业 去年十月才分发到八堵分住所 从警不到半年就遭遇横祸 而苏信警员的妹妹也立志当警察 目前为警砖四十一棋学生 比哥哥晚一棋 警政署表示 将一家属意愿 协助妹妹分发到家乡金门服务 警政署强调已经通令全国各警察机关 强化各驻地安全防护 并请执行同仁提高警觉 确保执行安全 至于检性嫌犯是否有吸毒或是酒驾 法医已经对检性男子遗体 进行采样抽血以厘清案情 记者那顺民张子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